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一直都讲究审时多事顺势而为 就是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 面临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形势 追随正确的主流才能够成功 那么一个年轻人要经过怎样的历练 才能具有这样的修为 面对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 身处其中的我们 该如何做到旁观者清 《易经》中的随挂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随时而动 我们现在从初九窑来看整个的随挂 初九窑的窑词 官有欲 征集 出门交有功 这什么意思 有欲就是有变化 说社会它像官场一样 我们都知道官场它是起伏无常 你表现得好 不见得大家都肯定你的功劳 你表现得不好 说不定还帮你维持一段时间 你看不懂 但是它一定有道理 官有欲 为什么会征集 就在告诉我们 做人不要只看表面 一切齐齐复复就好像雷一动 那个哲水就跟着波动 看起来好像是变化无穷 而且没有一定的这种法则 其实不然 它的背后有一个不变的那个法则 就叫自然鬼灵 因此我们告诉他 你是初九 你还是要记住 钱挂初九的潜荣无用 你有本事 你有报复 你有热情 可是 你要坚守你的原则 你才会顺利 什么原则呢 如果说官场的话 那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凡事 都以大家的利益 为根本的考量 而不是考虑让你自己 我怎么做 我的贡献度 才会让大家看到 我才有前途 我才会怎么样 你考虑这些都是不正当的 你要知道 自己刚刚出门 刚刚跟人家交往 出门交往 你要得到对自己 有好处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就是你要务实 你一定要务实 因为你要让人家 对你印象好 你要让大家认定 你是一个可靠的人 这最重要 因为大家对你不认识 你没有以前的资历 让人家来考证 出门 就是扩大你的接触面 当你跟更多人来往的时候 你要记住 我一定要坚持 我的原则 为大家服务 为大家造福 不添乱 那才有功劳 而且功劳是别人认定的 不由我来认定 因此 出酒的小项 就说得很清楚 官有欲 从政 吉野 你不管他官场 怎么变化 你不要去管那些东西 你千万不要去投机奇巧 你千万不要去 到处去钻 想找到对自己的好处 你要怎么样 要很认真的 坚持你 实实在在 做事 规规矩矩 做人 的那个基本原则 你就会 急顺 出门交由工 不失业 那就更清楚了 你出门 你出门要怎么 要追随别人 你找到一个可追随的人 你一辈子比较愉快 要不然你跑来跑去干嘛 跑来跑去 就是要找到一个 最适合我的职场 然后我在那里好好发挥 找到一个好老板 我可以长期地追随他 这样的话 你是不得不变通 但是你一定要有原则 所以不是你的原则 你还可以变通 这样才能够出门交由工 我相信年轻人 如果刚刚出学校的大门 你懂得 关由于征集 出门交由工 你就知道 我在学校学的那套 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不能随意丢掉 但是我不能 我不能一出来就说 你这样不对 你要不对 你要照我们老师 讲的 照我学的那个 那谁听你的 你不是你的原则 但是你要衡量 当时的状况 做适合的调整 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找到一个 可以追随的对象 当一个人进入社会 首先应该了解的是 这个社会本身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复杂的人际关系背后 有着各种利益的纠葛 此时 只有保持旁观者的姿态 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只有选择对了将要追随的对象 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那么我们该追随什么样的人 随挂录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找到一个可以追随的对象 然后你就有机会进入第二窑 叫六二 六二的窑尺 细小指 是丈夫 反正你拉拢一个 你一定疏远一个 你得到一个 你一定丢掉一个 人没有办法说 我一手拉一个 我左右风圆 我什么都要 那不可能 你一定要选择 所以为什么人生 经过一段摸索以后 你就要知道 我要培养我的选择能力 因为我们一选错了 那后面的问题就会严重 小指是什么 小指是不成熟的人 丈夫是什么 丈夫就是成熟 有社会经验 值得相信的人 你如果从挂项来看 小指就是初九 六二 他应该是跟九五相应才对 如果六二代表是个女的 那你要找丈夫 应该找谁 应该找九五 但是现在有一个 又年轻 然后他又表现得很有干净 又在你旁边 那你难免会觉得说 他那么听话 他又比较嫩 很好对付 究竟拉拢这个 哪个比较麻烦 可是你要知道 当你拉拢出九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九五 我这样比例吧 很多老板很喜欢用那个没有经验的人 你为什么 比较听话 叫东撑就东嘛 叫西撑就西嘛 他没有自主性 他还不敢表示他的意见 不是很好用吗 但是你就知道 你已经失气了 你可信任 你可以依赖的人 你从此就很辛苦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跟大家说 用诗者王 你能够把老师请下商来 帮助你 发展你的事业 你一定能够发展 用有者吧 你所用的都是你的朋友 跟你差不多 那他是不可能帮助你走上王道 他只能告诉你怎么样竞争 怎么样去攻取市场 怎么样去激烈的 来抢夺 那都是霸道的 那也是不持久的 还有一种叫用徒者王 这个王不是那个王道的王 而是死亡的王 用的都是你的徒弟 那果然最后是同归以尽 是实路一条 这就是六二窑 给我们的启示 一个很听话 一个你要去尊重他 看你要哪一个 你看刘备刚出来的时候 他都是用听他话的人 所以始终找不到一个立柱之地 后来他下定决心 我不要老找这些人 我去找一个靠得住的 谁呢 那个人很难捡 谁呀 孔明 然后他就开始有人可以帮助他 做出比以前想象不到的那种基业 所以六二的小象 很清楚告诉我们 细小子 佛兼于也 就是说人没有办法 样样都要 你只能要你要的那个本分 因此呢 不要兼顾其他的方面 只有在随卦 是特别这样讲的 很多卦都告诉你要兼顾 要注意 不能只看一遍 但是当你选择的时候 你不能什么都要 你一样一样都要 一样都要不到 所以你要守本分 你要找到真正的好的对象 你不要贪图尽力 而这些呢 都是年轻人常犯的毛病 所以会摆着六二摇 告诉我们 虽然你的位置是提升 你比较对社会有些了解 这个时候 你要新正 而且要专一 你要上则 可以追随的对象 我们又想到一句话 也是大家很熟的 年轻的时候 慎选老师 你只要跟错了老师 那你一辈子很苦恼 因为人家一看你就知道 你是某人的学生 那不糟糕了 可是相反到了老年 你要慎选徒弟 因为老年 你的体力越来越帅 而你的徒弟 他是越来越连复力壮 他随时可以把你搞垮 当然我们也不在乎说 师父一定不能被徒弟搞垮 而是徒弟他用你的名字 到外面胡作乱为的时候 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跟老师怎么办 所以这样一想 你知道不管是谁追随谁 被追随人 有被追随人的责任 追随人也有追随人的责任 两边都要自己去尽本分 随挂告诉我们 一个人想要找到一份 有长远发展的工作 首先必须拥有长远的眼光 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 应该通过冷静的分析 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个值得追随的领导 一定为人正派 一个有潜力的企业 一定上下其心 无论个人还是企业 只有走正道 才会得到长远的发展 然而 只要走正道 就可以没有危机了吗 六三跟六二都是阴谣 六二是单位的 六三是不单位的 六三的谣词 他说戏丈夫是小子 跟六二刚好倒过来 六二的谣词 戏小子是丈夫 谁有求得 和绿基针 照理说三十多凶的 可是这里呢 谁有求得 然后绿基针 好像都比较好 这什么道理 因为六三呢 他靠近九四 而整个的水挂 九四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说九四不是他的丈夫 因为他应该跟上六 可是上六跟他不相应的 所以他在九四九五之间 他会有个选择 他比较明智 知道说六二跟九五 他是相应的 所以他不要去跟六二去抢 他就比较接近 跟九四做一个比较密切的互动 细到九四这个丈夫 你就疏远地出九那个小子 这样的话呢 你随着九四 你有所求 经常会有所得 因为见水楼台 他会照够你 可是你还是记住 你要立居真 你要自己守正道 你才不会害死自己 又害死九四 六三谣的小相说 戏丈夫 知舍下也 这告诉我们 你要追随 你尽量去追随上面 你不要去千秋 就你底下的人 我现在问你 你有一个部署 你有一个主管 你夹在中间 你倒是听主管的 还是听你的部署 你到底听哪个 当然追随主管比较有利 通常来讲 人家职位越高 他一定也是经过一番历练 才爬上去的 而且他看得比较长远 他又比较 竭尽核心 所以他的消息会比较灵光 他所讲的 多半比较可靠 那你自己选择 所以你看六三 他就很明智地 表示说他很会选择 他就多听九四的话 他就不太去接受出九 可是这么一来 他也害死了九四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无数次证明 功高震主从来都不会有好结果 当一个人升到一定的高位 就开始体会到高处不胜寒的危险 下属的死心追随和手中的权力 会让自己的上司产生怀疑 如果此时不采取措施 很有可能会让事业一败涂地 那么面对危机又该如何化解呢 我们看九四的谣词 谁有获真凶 有夫再道以民何究 谁有获 他随什么人 他当然随九五 他难道会随这个六三六二吗 他是随顺九五 那当然是不会凶 那怎么会凶呢 因为你对六三跟六二太照顾了 你忽略了九五的感觉 所以一个当高级干部的人 当核心团队的一分子 你泰德底下的拥戴 那个领导对你 他是会产生怀疑的 因为历史上所有叛变的人 都是先把部下的心思 收拾收拾 然后组成一个小的团体 他才有办法反抗上面 六二六三 月听九四的话 照理说他是很成功的 因为领导有方嘛 但是九五对九四 这是越加的不放心 这样才会争取 否则应该是争取才对 谁有获 你得到九五的信任 你又得到六二六三的拥戴 那不是很好吗 但是他告诉你 你虽然是很正 但结果还是很凶 那要怎么办呢 很简单 下面提醒你 有福再道以民 你就不会揪了 有福就是你要很诚信 同时你要表现得合复正道 可是你要显示出来 你要让九五感觉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中国社会 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念 小象说得很清楚 谁有获 其意凶也 只要九五开始怀疑你知道 你就吃不完豆的糟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功臣 在历史上 像连根瑶 没有连根瑶 雍正怎么当得上皇帝呢 可是连根瑶 就是被雍正所杀 有福再道 明公也 你必须要想办法 而不是嘴巴讲 你嘴巴去讲是没有用的 这个叫什么 你越盖迷藏 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子 他不想这样子 你只有用表现 用行为表现 让他感觉到 你心目当中 时时刻刻有他的存在 这样 你就知道 你的进退 会有功效 明公也 就是明辨你的进退 来产生 上面对你的持续的信任 那就是 你要做的功课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历史上 很多很残酷的事实 到今天 还不断地上演 我们把上下两卦分开来看 下卦 它的重点 是在初九 上卦的重点 是在上六 所以随卦 它最要紧的 就是胜死 善终 可是整个卦的卦主 还是在九五 九五的窑词 讲得很清楚 福与家 鸡 整个六个窑的窑词 只有九五是鸡顺的 福与家 是我诚信于 这些很好的同事 很好的同事 我被众多的人所信任 信任什么 不是信任我的财力 不是信任我的能力 而是信任我的诚信 因此这个领导 或者被领导的人 他真正的基础 是在彼此复信 福就是诚信 家就是家美 所以他特别告诉你 福与家 你才会吉祥 就是你 不要耽误人家的前途 而人家追随你 他也是出于正道 而不是利害关系 这样才会长久 为什么九五 就会有这么大的优势呢 因为小象 讲得很清楚 佛与家籍 为正宗也 你看一个卦里面 你会看到 只有六二九五 这两个瑶是相应的 初九跟九四不相应 六三跟三六不相应 唯一的只有六二 跟九五相应 就表示他的基础 是很坚实的 而且九四也做得很好 可以给他很大的帮忙 因此他就只要自己 坚持走正道 你这个领导者 就可圈可点 你就会积顺 圣史 善终 是整个随挂 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当我们想要追随一个人 或是一种潮流 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选择 这选择应该建立在 理性和远见的基础之上 只有这样 才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那么理解了随挂 会对我们的人生 带来怎样的好处呢 一般来讲 不管什么挂 走到最上面这个挂 多半都是比较危险的 随挂 是相反的例子 随挂 只要你一路走上去 走得很好的话 不会 出茶所来 不会 所以我们来看看 上六的谣词 居细子 乃从围子 王用祥与西商 这是什么意思 居就是激进 把它抓起来 细子 就是用绳子把它捆起来 乃从围子 从就是重叠的意思 围就是说博的意思 从从的绳子 把它绑起来 你不服从也不行 结果是 王用祥与西商 这样子当老板的人 才能够很享受 很安心的来吃饭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不听你话的人 你就强制他 听你话的人 你就照顾他 然后你就会放心的 过日子 不是这样 我们看姚词 最好用小象 回头来印证 上六的小象 居细子 是什么原因 因为上穷也 上穷也就是告诉你 谁顺之道 已经来到 挂的最上顶 他是已经穷尽了 穷尽就是说 原来那些反对你的 那些不听你的话 他看到你 长期以来的表现 他自己也改变说 有这么好的九五老板 那我还跟他 对抗什么呢 他一切是为公的 他没有事情 那你哪里去找 这么好的领导 所以他就好了 我全力支持你 本来是要用强制的 现在都不需要 他才会怎么样 才会安心的去吃饭 因为没有后顾之忧了 随挂 他告诉我们 自成为团结之本 就对了 但是团结好不好 我们也是用 一阴一阳之味道来看他 不团结 那自家人吵吵闹闹 什么事都做不好 太团结 太团结就是造成腐败的原因 因为太顺了 所以为什么 易经在随挂之后 紧跟的就是古挂 太团结 太上下和顺 一样的 会造成腐败的现象 可是你不能放过他 你要想办法整治他 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 就要来探讨 整治腐败 好 宝贝 好 宝贝 宝贝